今天这个时间点 其实还是非常关键的 原来就是首批科创50ETF 其实是今日上市 这个四小只 上个星期其实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是有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和憧憬了一下 那今天正式是上市的 在挂牌的时候看到 像是其中一只华夏科创50ETF 能够涨8% 表现也是非常的抢眼 能不能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四小只 科创50ETF 在市场上面的售弱程度 或者是它这个基本上的一个内容 包含了有哪一些 以及这个初步的一些看法 好 谢谢主持 其实您说的这四只 是由工商 华泰 伊方达和华夏 您刚刚说的就是华夏 当然华夏是最好的 它的这个交易量已经达到16亿了 那工商是4个亿 华泰是8个亿 伊方达是7个亿 那么成交量都还不错 那么比较好的就是华夏的这一只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科创版ETF是对应科创50指数的 也就是000688这只上证科创版的50指数 它是有科创版就是688开图的 是中市值比较大 流动性比较好的50支证券组成 那么第一支大的其实是金山办公 已经突破10%了 那其实现在科创版已经有200加左右 200加左右 那科创版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它要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 市场认可度高的科创新企业 来到市场上去融资 那么其实科创版包含了几个板块 第一个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第二个呢高端装备 第三个呢新能源新材料 第四个就是节能环保 最后一个是生物医药 所以在当前的时点 就是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机遇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买这个科创版的 这个ETF两个机遇 一个是5G引领的新一轮的科技周期 第二个就是说科技产业链 不稳定的提升的话 半导体和其他核心技术 是国产替代是长期趋势 从这两块来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你其实刚刚也是讲到了 科创50ETF它对于我们现在投资而言 其实是一个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投资机遇 但刚刚不是我们也有一个讨论吗 说是所谓的第四季度 有可能这个市场的投资热点 会某些程度进行一部分的一个 持盈保态也好 或者是它在一个 所谓的热点的一个测换 那是不是如果您同时也还是看好 科创50ETF这一类系列的 这种ETF的表现的话 代表说其实更长远 中长线一点的一些投资的逻辑 其实并没有改变呢 对 我非常认同您这个观点 刚刚我跟你讨论过了 因为你看刚刚说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5G引领的 新一轮科技浪潮的话 它是从什么呢 从硬件建设到软件内容 再到应用场景 其实现在的阶段呢 我们已经到了应用场景的阶段 应用场景阶段了 所以对于科创版来说 其实90%的权重呢 就集中于新一代新技术 生物产业和新材料的高端装备 这一块 所以我认为科创版是非常具有 长期向上的动力 哪怕是第四季度 带来的一些震荡也好 这无关紧要 我个人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另外从美股的50年经验来看 行业规模的扩张呢 跟时代的主题是旋律是一致的 你看我们现在的时代的主题 长期收益率最高的行业 其实就是科技和消费 你对比中国上市资产的话 跟美国上市资产 市值分布差距最大的行业 也就是信息技术和医疗保健 那么这一块恰恰是 科创版里面最重要的一块 那其实也是很符合 现在整个的政策的 某些程度的导向吧 在这一方面 那你会觉得说投资在这 比如说刚刚讲到了 这四支相关的科创版的 科创版50的ETF上面 它的一个投资特点是怎么样 我看了一些分析 也是在那边 比较某些程度会觉得说 它的波动 以及它的一个震荡的幅度 会不会有一点点大 令到这个我们的投资者 需要稍微要担心一点 这个您说的也非常有道理 就是如果我们以传统的估值方式 来考量的话 科创版的目前水平 估值是偏高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关注 这是科创版50 投资科创版公司 具有高速的和稳定增长的特性 可以获得估值的溢价 那它的行业特征鲜明的 权重市值占比10%以上的行业 为计算机电子和医药生物机械设备 合计权重占了90% 那么小市值风格也比较突出 科创版50的总市值在万亿 平均市值只有231亿 说明什么呢 它的增量将来会非常的大 27家总公司的市值 才超过100亿 只有三家公司是超过千亿的市值 这个说明是潜力非常大的 而且它的成长性属性非常突出 你比如说营收和利润相比的话 2020年一季度科创版50指数 成分股贡献45%的科创版元素的 85%的净利润在这个50指股表里面 所以您看这并不是说 我整个科创版估值比较高 我就不可以成长了 它的成长性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远高于均高于科创版的整体水平 甚至是比科创版整体水平还要高 那当然了对于个人投资者 散户投资者而言 应该其中一个点还是蛮开心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投资科创版 其实不管是投资经验 以及这个额度方面多多少少有一定的门槛所在 很多人很喜欢这样的一些跟踪型的ETF 因为某些程度就是我只要这是什么 1000块钱对不对 我都已经可以参与到这个相关的投资了 应该是一个听起来非常不错的投资标的 但是您刚刚也是说了 这四小只当中好像已经有一些从成交方面跑出的 其中一支华夏上阵科创版 对对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你觉得这个市场的一个走向以及个人投资者 如果他们接下来有兴趣要投资的话 有什么建议吗 是这样的 他其实从持户人数来说 他华夏基金就比较多 因为华夏基金其他的基金历来的表现是不错 另外他看他的基金经理的表现 长期的表现 他有两位基金经理长期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说他不可以说是基金经理一年非常好 一年非常差 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一个回报率 那么华夏这个品牌呢 在其他的一些ETF里面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说这一块华夏有天然的优势 在这个科创版50里面是有天然的优势 那么其实你刚刚说的个人投资者 确实是比较适合买这样的一类的ETF 尤其是科创版个人投资者的 这个有更高的转入门槛 那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吧 您会建议大家以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来投资呢 是逢低买入 还是有一种月工的方式啊 就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投资细节上面的建议吗 整个的这个科创50这个指数来讲的话呢 现在也是处于这个尖端的这个震荡当中 所以我个人不建议就是以很多的这个资金量去买入 可以逢低吸入 可以逢低吸入 等待科创版有突破的那一天 好啊 谢谢今天周成伟给我们带来的时间 和这么详尽的分享 学到很多 谢谢你的时间